婚姻能给男人带来什么 好日子 那天我跟我老公吵架 我说离了我你就完了 谁伺候你啊 谁给你捏头脑背按摩 谁给你管钱攒钱不乱花 谁在你饿了的时候 回家就有热饭吃 谁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安慰你啊 他说你想多了 他说我不舒服的时候啊 我有两院 清点按摩院 重点去医院 我都一个人了 我没有老婆孩子 我攒什么钱啊 我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以后我卖鱼干 我买俩 我用一个 我收藏一个 没有人给我做饭 整好点外卖啊 中午拉面小份菜 晚上啤酒小烧烤 实在心情不好 那我就去找哥们儿 喝喝无聊的小酒 唱唱无聊的小歌 我感觉他快乐出来了 对 这没好处吗 也有吧 要照他这个活法 我觉得他五十就变照片了 男人这辈子啊 那就是饭局难缺 烟酒忘身 人情世故 劳心费力 没有我谁照顾他呀 那我老婆特别需要 赶紧让他吃 而且离婚这话 我以后可是不敢随便再提了 怕了 怕真离了 就让他过上好日子了 不能让他过上理想生活 我不能放过他